立委的競選活動持續加溫 新竹市立委參選人鄭正前 在4號上午舉行競選總部進駐茶會 立任多位市長 童勝男林振哲 許民才皆到場支持 市議會國民黨團議員全數到場支持 並以棒打黑箱上的橋字 象徵扭轉國會生態 棒打橋市大王 將來正前 我們在總部有三個訴求 第一個就是教育 第二個就是親子 第三就是弱勢 那麼這個也跟正前 長期在關注的公共議題 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那麼正前也呼籲 號召我們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大家一起來參加一個 改變立法院生態的一個活動 那麼我們希望立法院的生態 能夠改變橋市的作風 讓一直在橋市的人 不要繼續到立法院裡面來橋市 那麼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改變 能夠讓台灣未來國會的生態 跟氣息能夠發生直接的改變 那麼也希望台灣的未來會更好 新竹市的未來會更好 中華民國的未來會更好 以親子教育弱勢作為競選主軸的 鄭正前在進駐茶會上 也同時提供工藝小鋪作為弱勢團體的注點 讓庇護工廠的產品 能夠讓更多人看見 鄭前長期關注弱勢團體的一個發展 跟他們的需求 所以鄭前非常清楚 這幾年整個弱勢團體 他們在爭取社會的善款當中 奔到了很多的一些困難 那所以鄭前也希望 我們在競選的過程當中 就是希望能夠解決民眾的問題 所以鄭前也希望弱勢團體 他們的需求是被看見的 所以鄭前希望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市民朋友 除了在關注我們的政治競選活動之外 也能夠關注我們真正的社會當中 需要幫助的人 他們的需求到底在哪裡 因為在新竹市有三個庇護工廠 那大家都知道 庇護工廠的經營非常的困難 那我們需要的就是曝光的機會 讓社會大眾來認識我們 所以今天我們還是要再一次 感謝我們鄭正前議員 在選舉之餘能夠關心弱勢 讓弱勢也能夠有出頭天的一天 鄭正前總部進駐茶會 上百位鄉親來到現場 為鄭正前加油 同時也為接下來的選戰活動 增添不少選舉氣氛 凱破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